我們再來看Fursler初戀的預告 理所當然的這個就是宇多田光最紅的那一首歌 當然我不是宇多田光的粉絲 但他已經太有名了 而且Youtube上有很多介紹他 反正他就是在美國留學還是幹嘛的讀書 然後後來就是唱歌 然後被日本挖掘 然後就回日本發展 然後一開始就爆紅髒 然後這首歌很有名啦 那我不是他的粉絲我也不知道他做什麼 那我們就來看他到底在演什麼吧 15歲 這首也很好聽 我再加電話 差小 所以這是 用他的音樂 作為輔助的一個愛情劇 好迷人喔 那種人 守住人 守住人 10年後 還是什麼 什麼 做什麼 出了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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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可以 那些年我們一起睡成女孩 好想去日本 但看起來質感是蠻好的 2018四年前 他們的人生跟著雨多田這樣 一直在前進這種感覺 但雨多田後來的歌我就沒什麼在聽了 所以這首歌我沒什麼感覺 我大概懂了但我可能原本以為他是要拍雨多田的有點半自傳的這種感覺的電影 但好像不是他是也是一個愛情故事 就是跟雨多田無關的兩個一對男女他們的愛情故事 然後就是他們的戀愛的時間軸剛好 不只是時間軸就是他們可能相遇或是約會的什麼 剛好雨多田的歌也在 然後就雨多田的歌陪著他們的這段感情一直到現代吧 你看他2018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主體還是一個就是日本的愛情故事 只是加了雨多田的歌 還有雨多田的成長 我相信也會在這個電影裡面一起表現出來 但就像我剛剛講的 雨多田後面的歌我沒什麼在聽 所以我只有對他一開始什麼 AUTO什麼的跟粉絲樂 這兩首有印象 但我覺得真的是聽到會起雞皮疙瘩啦 搭上他那個畫面 對啊 只是後來歌沒什麼在聽 可能就跟我們就沒有那麼強了 看評價啦評價好會看 好不好